阿基米的原理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阿基米的原理 所謂的Archimedius Principle 基本上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物體把它丟到一個液體裡面 然後它感受到的浮力呢 就是這個物體它排開流體的重量 所以你會有一個fb等於rfvg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的體積v呢 就是這個物體呢 浸在流體裡面的體積的大小 那rf呢特別是這個流體的密度 所以我們來稍微證明一下這件事情 這個阿基米的原理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關係式 所以我們這邊畫就是有一個正方塊 它就放在某一個流體內部 而且它是完全沉浸在下面 然後這流體有個密度呢就是rf 然後我們現在假設因為它是個方塊 所以我的物體呢每一邊的長度 就是小L來代表它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算一下 這個流體塊呢 它感受到的浮力大小是多少 那感受到浮力的來源是什麼呢 因為呢它是個流體塊 所以它的dimension是有限的 也就是它的高度呢是不能被忽略的 所以這時候呢 你去看這流體塊的上面這個面跟下面這個面呢 所感受到的壓力大小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有個高度差 所以我要去計算說 這個流體塊所感受到的浮力呢 這浮力呢基本上就是這個流體塊呢 底下所收到的力去減掉呢 上面流體所給這個流體塊的一個力 所以你會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那但是呢這個物體的上下兩端的壓力差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從前面推導 我們已經知道說它的差別呢 就是Raw F乘上GL 那也就是這個L呢 就是我底部跟頂部的一個高度差 所以有這個關係是你把它帶進去做個化解 所以你發覺說第一項的PT乘上L平方會後面這樣消掉 所以消掉完之後呢 你得到的就是對於這樣一個立方塊 它所感受到的浮力呢 就是流體的密度去乘上L三次方乘上G 那L三次方就是這個物體它的體積嘛 所以我們這邊很快就證明了說 對於一個完全沉浸在流體底下的一個物體呢 它感受到的浮力呢 就是流體密度呢去乘上這個物體的體積乘上重力 也就是說它排開了多少這個液體它的一個重量 好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再來看一個簡單的一個應用 你知道這個關係式之後 你馬上可以判斷說有哪一些物體呢 會在水裡面會往下沉 那有哪些東西呢放在水裡面呢 它會往上浮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任意的物體 它放在流體裡面 就像我們塗裝所畫的這個樣子 那這個物體呢 它所受到的合力是多少呢 它所受到的力共有兩個 一個是呢 剛剛推導出來的浮力 一個呢就是這個物體本身的一個重量 它所受到的一個重力 所以我現在定義呢 我正歪方向是朝上的 所以我的物體所受到的合力呢 就會是浮力是我的第一項 然後減掉mg 因為是在一個負y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物體本身的密度 如果我說是rc的話 那我物體本身的質量呢 就是rc去乘上它的體積v 所以我把這樣做個替代之後呢 我可以最後化減成說 一個物體沉浸在液體當中 它所受到的合力呢 就是液體密度去減掉我物體的密度 然後呢乘上物體的體積再乘上g 那你就會馬上得到一個結論 什麼時候這個力f呢 會是在正歪的方向 也是會浮起來 很明顯你必須要求 你的rf減掉rc呢 要大於0 所以說當你流體密度 大於你物質密度的時候呢 你的物體會變成一個浮體 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是個木塊 木頭的密度呢 是小於你流體密度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會上升 相反的 如果物質密度比較大 大於流體密度的話 比如說這個鐵塊放在水裡面 這時候呢 它就會沉下去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我這邊討論的情況呢 就是你的物體呢 是沉浸在液體當中 可是如果說一開始就是這個浮體 就像這個圖上 它只有某一個部分的體積呢 是沉在液體底下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同樣的 去證明這rc的原理 也是對的呢 也就是說 它的浮力呢 是沉在液面下的體積呢 去乘上這個流體密度 再乘上這個重力加速度 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物體呢 它的每一邊長一樣是l 但是呢它現在 沉在流體底下的這個高度呢 只有h 好所以你可以重複同樣的計算說 現在浮力的來源呢 就是它所受到的一個壓力差 所提供的一個力的差別 所以這時候你的浮力呢 就是底下的pb乘上l平方去減掉 在液面附近的壓力呢 乘上l平方的大小 那一樣的就是說 那到底這個ps跟pp差別有多少呢 你發覺它差別呢 就是rlf乘上gh 然後一樣帶進去做一個化檢 你一樣發覺這個第一項的ps乘上l平方會消掉 你最後得到的就是這個浮力呢 就會等於這個物體曾經在液面下的體積 去乘上流體的密度 也就是說呢 排開這個液體它的質量 去乘上它的重力 所以一樣得到同一個道理就是說 一個物體呢 它所受到的浮力呢 就是它排開液體的一個重量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那一樣的對於這樣一個浮體而言 我們來做一個應用 我們來問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通常聽到這個冰山 說我們看到這個冰山 所謂冰山的一角 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來做個計算就是說 一個冰山它到底全部的體積有多大 然後露出在這個海平面上的體積 到底在它全部冰山的體積 百分比是多少 我們來做這個計算 所以我們給的這條件就是說 冰的密度是0.92gm per cm3 然後我們現在假設它浮在水上面 水的密度我們知道是1gm per cm3 那你當然可以用海水來做個計算 這個密度會稍微再高一點 所以我們問的是說 對於一個冰山而言呢 它有多少的比例呢 是沉浸在這個水下面 所以一樣因為它是個浮體 冰山是個浮體 所以你會有一個立平衡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這個冰山它的重量呢 就會等於浮力 所以有個fb會等於mg的這個關係式 那一樣這個浮力呢 就是照剛剛的講法就是沉浸在E面下的體積 v sub去乘上它的排開流體的一個密度嘛 所以是rf然後再乘上g 會等於它本身的mg 就是rc乘上v乘上g 當你把這個重量消掉之後 你得到就是說呢 這個冰山呢 沉浸在這個水面下的體積v sub呢 會有一個rc除上rf 也就是說冰的密度去除上水的密度呢 去乘上它的一個總體積 那我們有興趣的就是說 這個比例大小是多少嘛 所以你把這個比例帶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覺說 沉浸在水底下的這個體積呢 跟這個冰山的總體積的比呢 是0.92 也就是說當你看到冰山漏在這個海水上面的一個比例 其實你只看到整個冰山它的體積是8% 所以也就是說為什麼一般的船難發生的時候呢 都是他們錯估了說 前面一個看到的似乎不是很大的冰山 他以為碰撞上去之後呢 他可以把這個冰山破開 但是你想想看 它有92%的體積是藏在下面 所以本身這冰山呢 就是一個慣性很大的系統 慣性很大你很難去改變他的運動狀態 所以當你撞上去之後呢 就會產生一些不幸的狀況 所以這邊呢我們就講解完這個阿基米的原理